大娘子还睡着呢 睡着呢 什么 什么事 没什么 大娘子歇着吧 说吧 康家那个小的 在外头跪着呢 二门上不知道 该不该上来报纸一声 这帮人有完没完啊 大娘子 你别搭理他们 就让他跪着 这是苦肉计呢 还以为在自己院子里 谁心疼呢 倘若是旁人 便是死也不怕 可他是康家的 万一有个好歹 康家一定会拿他 来做法说话 我还是去看看吧 就表姐可怜 救我一条命吧 我这还没坐下呢 就让你给扣一条人命 我实在是难当大任意 我的命都在表姐手里 这就表姐看在 看在咱们是血迹的份上 救救我 我托你有什么亲 小姐 你叫我一声表姐 就以为有亲了 我可并不是王大娘子所生 我只是个庶女 我母亲早没了 排位就在我身边供奉了你 哪轮得上我托你有亲 你呀 白日里你来跟我赔罪 想让我过去吃盏酒 就给我跪了 让我可怜你 我想着 在低谋手上的难处 就想帮你一把 免得你在姨母面前吃醉 可你呢 你是怎么报答我的 我 我日后一定好好伺候表姐 伺候表姐夫 报答表姐的恩情 你 跟明白人说明白话 跟不明白的人说什么话都是废话 常嬷嬷嬷 你找几个得利的女婿 将她送回去 我 是 不要啊 表姐 就不要你怜悯留我在府里 我一定老老实实 绝对不正宠正名分啊 表姐 她要是不走 就把她捆了 送到康家门口去 你 你撤 你搞了我 还是拿不条决床药来 姐姐若不肯留我 我死也要死在废家 大娘子 放心吧 都包扎好 伤得不重 只看着下人 妈妈不用为了我安心 您尽管说实话 这就是实话 大娘子若不信 你能亲自去看 好 没出人命就好 是我太疏忽了 我没想到她会携凶器 是我太疏忽了 大娘子 放心 包扎好了伤 就送她回去 不 我 我 我是想着 不然 就只能收了吧 姑娘你疯了吗 她说要死在侯府 这康家门死一百个都不要紧 可若从侯府抬出去遇及尸体 还是女尸 这外头 怎么说呀 管她怎么说 就算侯爷回来 也不会要她呀 侯爷会凭天一条罪名的 侯爷是陛下进尘 还王兄弟 还怕这个呀 你胡说 快快闭嘴 还王是陛下的子嗣 你何能何能 敢以还王称兄道弟 是 奴婢知错 我 你们是不明白 如今是半夜临身迟 沈家是被盯上了 小段将军 还在开封府押着 侯爷在前头拼命 我们受不了 再多添一条罪名了 不然 不然就收了 你 醒了 冲武 你怎么来了 我要再不来 你就要被人火吞了 你 是谁这么耳暴身 非法您叫来了 真是 我明着告诉你 是翠薇去报我的 她一片担心为了你 你还说她不是报审 若不是她重心耿耿 岂非走上绝路不可 这也还没让绝路呢 就仗着你家侯爷心疼你 纳妾都分不了丑 隔着几天 就别扔一边去了 我告诉你 如果真是纳妾 我就不用来这一趟 去 嗯 把那女子提来 我们问问她 翠薇 在 你家大娘子还糊涂着呢 你去 把那女子提来 我要问话 是 是 你这肚子怎么样啊 没气狠了吧 没有 这妇人生孩子 那是鬼门关上打转的事情 别的你都放下了 有我呢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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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我说老太太呀 在屋里你说好的 见了六姑娘 又狠狠地骂她一顿 来了您老又不舍得了 六姑娘 您也是大娘子 勾结夫人了 待会儿啊提了下人来 您也坐到边上的 快快 起来梳妆了 起来起来 别跟老虎 她 她好久没见她孙子了 就见不到我们总孙俩亲热一会儿 你 行了 一会儿就要过来了 去吧 你往前站站 你是康家苏小娘生的 你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是不是 是 你家父亲康大人 妾室众多 子女也多 如今 代嫁的就有三位 一个是你 一个是你十一姐姐 她的生母郑德楚 一个是你十四妹妹 她的生母 那可是康大人从老家 正经抬来的良妾 老太太怎么知道的 那你说说 你嫡母康王氏 为何独独选中了你 来顾家作妾呢 你说呢 明儿 想必是康医父生性风流 康医母为了掌管好家中之事 也是多有容忍 于是 这家中太半子女的庆命虔诚 皆掌握在姨母之手 赵儿表妹这小娘 是外吴娘家 内吴靠山 也是很不对一副宠爱 只能由人拿捏了 表姐所说 句句属实 她说 当若表姐留下 又叫我循迹扎伤自己 她便上门来给我做主 若是表姐不让我过门 叫我更循迹扎伤自己 她便上门来替我讨回公道 只是说是表姐逼迫我至此 那事 不接纳我都不成了 若只是这样的伎俩 我老太婆用得着过来问你吗 难道你还想替她掩饰着 整个东京都知道 自打侯爷娶了大娘子 把院里的人都散尽了 你家嫡母日日夜夜与隔壁私混着 她能不知道 你又不是花容月貌 她凭什么断定 你在侯府能得宠 她只是要你的命 你还替她瞒着 可是我的小娘 还被她捏在手里 表姐 表姐 我酒 你就让我留在这儿 我只要留在这儿 我小娘才活得下去 不然 不然我妹妹 就会被卖去购乱院的 表姐 我宁可我自己死了 我也不能看着她们死啊 可怜啊 可你从小 也没少见她行事 你就信 你去死了 她就能饶了你弟妹和你小娘 我 我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傻孩子 妈 妈 妈 你就说实话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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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机会死在红府 她来给我收拾 还得见着 见着我的身上有各路伤痕 她说 这样就可以去府衙状告红府 草菅人命 兵死良前 她说 刚一来 侯爷保不住表姐夫人 连侯爷自欺 也会被人多加身心裁死的 是 欠下你明白 我为什么要亲自过来了吧 兵儿 你自己拿个主意吧 好 你也是知道的 你也是知道的 我没脱身在大娘子肚子里 我自小也没了阿女 我常想 若不是祖母的慈爱 那我的命 也就跟那飘平一样 所以 我才想着 跟你去前厅吃酒 想免你受罚 是我对不起表姐 是我对不起表姐 我 我现在还愿意 再给你两条路 要么 你进府里来 同我一起伺候侯爷 想必你小娘 也不会再有事了 多谢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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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把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我帮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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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盛家在又阳 也是有些脸面 等会儿你换了医生 装作我祖母的女婿 同她一起去盛家 由盛家出面 在又阳给你说门亲事 由盛家给你撑腰 想必在又阳 也没什么人敢欺负你 不过 想要多富贵 怕是不能够吧 你选哪条鱼 哥 哥 我小娘怎么办 康义母会以为 你是让我强制扭送过去的 也未必会为难你小娘 到时候由盛家 去跟康义父说相 把婚事做定 一旦过了明路 李小娘就不会再有事了 有两条路选的说话呀 小姐 我不作气 我宁可死了 我也不作气 小姐 我娘说了 谁也不是电生假计 人不就偶尔嫁人 做个正口娘子 小姐 我不作气 我宁可死了 我也不作气 小姐 他ажи 小姐 我不作气 小姐 我们是大事了 小姐 这个人 我会容易 小姐 这个人 我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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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扶你 我扶你 我扶你 我扶你